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民健康保险证将换新 颜色将改成乳黄色 新国民健康保险证将于9月中旬以后 以淡粉色的信封寄出 收到新国民健康保险证后 请首先确认上面的记载内容 若记载内容有误 请向居住区域的区域所保险年金科申报 在医院的窗口提示国民健康保险证 可以使用医疗费 保险诊疗部分的30%的金额接受治疗 除此之外 加入保险者分娩或死亡时 可得到分娩或葬礼费用的一部分的补助 有关国民健康保险的咨询 可向保险年金管理科或您所居住地区的保险年金科询问 届时会有讲中文的工作人员为您解释 电话号码 保险年金管理科 054-221-1540 居区保险年金科 054-221-1070 郡河区保险年金科 054-287-8621 清水区保险年金科 054-354-2141 第二个新闻是 在留卡等について 关于在留卡 2012年7月 在留制度进行了改正 请向持有在留资格 中长期居住于日本的外国人发行在留卡 在留卡上记载的内容 若有变更时有医务立即申报 如不遵守相关规定 则会被依法处罚 一、请随时携带在留卡 有时可能会被入国审查官 入国警备官 警察要求出事在留卡 如果被发现没有携带在留卡 有可能会被处于2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拒绝出事在留卡 将有可能会被处于一年以下徒刑 2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二、如果丢失在留卡 请办理补证手续 如果丢失或毁坏在留卡 请到最近的地方入国管理局进行补证手续 只要办理手续便可取得新的在留卡 不论是损坏还是其他原因 想要更换在留卡时 均可向最近的地方入国管理局申请 此时手续费为1300日元 原则上丢失在留卡不属于处罚范围 但是丢失后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 办理补证手续将处于一年以下徒刑 2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三、永住者也需要更换在留卡 如果永住者不在规定期限内 将外国人登陆证更换为在留卡的话 将处于一年以下徒刑 2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违反该规定并处于监禁时 有可能会被直接驱逐出境 四、在留卡的更新手续 请在有效期内办理 如果在有效期内未办理在留卡的更新手续 有可能被判一年以下徒刑 或2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请务必确认自己的在留卡的有效期限 及切勿忘记办理更新手续 有关新的在留卡管理制度 及在留卡相关规定的详情 请参考法务省的主页 该主页上共有26种语言的说明 接下来是第三个新闻 10月12日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4点将举办清水港 金枪鱼节2014 会场分别有清水站东口广场 清水鱼市场 Esparas梦想广场等 作为主场地的清水站东口广场 届时会有金枪鱼料理的摊点 和免费提供金枪鱼汤 与金枪鱼生鱼片品尝 当天还会举办金枪鱼体重竞猜和金枪鱼 寿司竞吃比赛等有趣的活动 另外在清水鱼市场 还可以观赏到金枪鱼节体秀 一定会令您大饱眼福 当天于9点40 11点14点半的三个时间段 优先到达的300名客人 将有机会免费搭乘清水港游轮 其报名处在主会场的清水站东口广场 欢迎您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 来清水港玩 会场地图 活动内容等详情请浏览其主页 最后向您报道一些 关于地震的消息 地震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 谁也不知道 如果发生了地震 请遵守以下行动规则 在家时 1.请躲到桌子下面 2.等摇晃平息后 关掉煤气或炉子 3.打开门或窗户 4.请不要马上冲出去 先确认好周围的情况后再逃出去 5.请穿好鞋 6.准备好非常情况时的携带物品 如果您在外面的时候 1.在电梯里时 按下所有的按钮 门开后请立即下电车 并按下非常情况时用的联络按钮 2.在超市或百货商店里时 有可能会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 玻璃也会破碎 请注意周遭的情况 并听取电力工作人员的说明 3.在车里时 把车停在路边的左边 关闭引擎 等地震摇晃结束后再从车里出来 车钥匙请不要拔下来 也不要锁车门 4.在巴士或电车里时 不要马上下车 请听取司机的说明 5.在海上时 请迅速逃离 会有海啸袭来 尽管尽量逃到离海岸 又远又高的地方 这次的新闻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